沙巴州选举逐渐白热化 疫情也日趋严重 卫生部下午5点通报 山打根丹格新增了一个感染群 当地的一名医护人员 在9月4号的快筛检测中 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后来到医院接受鼻喉势子检测后 结果没有染疫 为了安全起见 卫生部自9月6号起 针对丹格地区的医护人员 以及密切接触者 展开全面筛查 截至目前这个感染群 共有5个人确诊 112人还在等待检测的结果 感染源头还在调查当中 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9月21号中午12点 全国新增6宗境外输入 51宗本土感染 一共录得57宗确诊病例 在本土感染中 沙巴占了49宗 分别为古纳福罗感染群14宗 以及先本纳士拉莫感染群12宗 与此同时 今天在有40名病患康复出院 还在隔离治疗的活跃病例 已经上升到751宗 累计死亡病例维持在130人 另一方面 最近忙着为候选人 站台助选的 巫统最高理事拉兹兰 突然爆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 他在接受快速检测试剂盒的筛检结果显示 对病毒呈阳性反应 目前在亚比医院隔离等候鼻喉试子检测的结果 拉兹兰在隔离期间自拍视频 呼吁曾经与他接触过的民众自我隔离 接受病毒筛检一测完全 根据媒体报道 拉兹兰当时在石碧丹助选 国政兼巫统沙巴州主席 纳杜斯利邦莫默达 昨晚授讯师表示 这只是疑似个案 还没有确诊 另外高级部长 纳杜斯利·伊斯麦·沙比利 也证实还没有接获正式的报告 但如果拉兹兰确诊染疫 他就必须在沙巴隔离治疗 直到痊愈为止 根据卫生部 快筛试剂盒的准确度只有85% 因此必须以鼻喉试子检测的结果为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